她的爱伴随着阴谋与死亡的味道 像一杯毒酒 却又甘之如意 天衣有风云入 喜马拉雅授权取音工作室出品 镜子古风系列之大型穿越虐恋小说剧《风求我》 第八十九集 我一人可穿不下三件 另外两件放在何处啊 那人本已要转身离去 听见他这话又停了下来 发出一声像是痴笑的声音 您身边不是有两位贵人吗 我总不好厚似薄笔 看那人走远了 刘玉赶紧脱下外衣 先挑一件看起来最为厚实的衣衫穿在里面 顿时便觉得暖和了不少 但是看着另外两件 触手绵软温暖 他有些舍不得就这么给出去 便强撑着再都套着穿上 身材一下子显得臃肿不少 上半身也紧述的难受 他只有赶紧脱下来 看着旁边睡着的两个兄弟 低声道 嫌疑你们了 才要叫醒二人偷偷加衣裳 他又忽然想起来 我们三人同吃同肿 同时受苦 我身上不见衣裳 别人不知道 却瞒不过这样人 若是只有我得船 难免引发动静 那人以此拿来三件 又何尝不是为了封他们的口 凄冷的秋风吹过公主府 吹过皇宫 吹出建康城 吹过南宋与北魏的分界线 一直吹到北魏境内的一座 荒凉的小村庄里 吹动王一枝单薄的衣衫 王一枝所在之地 是比建康更为北许多的平原 这里的秋意更加的深浓 也更为的凛冽 无似江南多山多水的温婉 一望无际的原野 有一种辽阔的气魄 也让风更加的毫无阻碍 王一枝并没有在乎 不断吹在身上的冷风 他正十分清闲的 十分随意的 坐在一间土屋的屋檐下 一双目光含着轻快的笑意 竟像是在欣赏夜景 这夜色让他想起荣耻的眼眸 也是那么的漆黑深沉 一望看不见底 忍不住笑了一下 王一枝感到一点冰凉的湿液 顺着风飘到他脸上 他偏了偏头 快速探出手来 在空中一抓 又抓到三两粒雨星 过了一会儿 雨星渐渐的密集起来 这秋天的雨并不爆裂 他仅仅是稀稀利利的下着 如这萧瑟的秋一般 给人带来更深重一点的寒意 王一枝到来的时候 这座小村庄已经因遭遇流寇洗劫 空无一人 此时周围方圆树石正 除了他之外 便只有屋内一个活人 他身上穿的是粗糙的麻衣 流离的行程也让他的面上 多了些风尘的颜色 可是此时的王一枝 看起来比在健康时 更自在 更快活 就连秋风七寒 也不能阻挡他露出的微笑 雨慢慢地下 将屋檐打湿 挥及出一滴水滴 颤颤巍巍地 从一尺宽的屋檐边上 落了下来 正滴落在 王一枝的斜肩上 与此同时 他听到远处 传来嘈杂的脚步声 眼中的笑意 又更深了几分 终于来了 西风 冷雨 暗夜 有多少人不能成眠 王一枝在等人 他等的人 也在此刻到了 夜行七人 从远处奔来 前后不一地 在冰冷的思雨之中 快速穿行着 雨水打湿了 他们的衣衫头发 以及 锐利的剑锋 那七人来到 王一枝面前一丈外 成半包围的姿态停下 他们前三后四的错落站着 面上有比王一枝 明显十倍的风霜疲惫 王一枝依旧安坐着 他抬起眼来 微微一笑 纵然是在这么荒凉简陋的地方 他一笑起来 依旧如同金玉满堂 每一收眼角的从容风部 很是有贵公子的气派 见了王一枝这副模样 其人都不由得一愣 他们也算见过些达官贵人 却从未有一人 如王一枝这般 即便是身处瓦礼之中 依旧宛如名贵无瑕的 明珠美玉 在生死之端 游面不改色 我有些卷了 从南宋一直追杀到本队 你们逼迫御室 我原本不想伤人 如今看来 也不得不某一为之 他言辞雍容典雅 与肃杀气息格格不入 以至于纵然 他做出了要伤人的心源 依然没有人能提高戒备 他的话音未落 便有一名刺客 感觉眼前一花 景象一凉 最后的视野里 竟是王一枝平和的眼神 倒下的时候 刺客完全没反应过来 不知的王一枝 什么时候过去的 刺客倒下的刹那 王一枝丢开手头的半截断剑 顺着第一个刺客倒下的势头 轻松摘取了他手头的长剑 那半截断剑是他捡来的 能有好的替换 他自然不会客气 摘了剑 王一枝又露出一个漫不经心的微笑 斜踏一步 将剑锋朝右侧的第二个刺客递了过去 纵然是极为极力的杀伐 他的动作依旧是带着天生贵公子的优雅 就仿佛才折下一只新鲜的柳枝 再随手转赠给他人 又是在井上轻轻的一抹 便在对方惊恶不敢置信的眼光里 解决掉第二个敌人 轮到第三人时 对方终于反应过来 及时避开要害 只在肩头流下一道血痕 王一枝笑了笑 有些惋惜的 反手朝第四人次去 欺人如何都料不到 这贵公子一般的人物 竟会突然变成杀兴 转眼间 雁哲去他们二人 他们从南宋境内追入北魏 王一枝都只是不断的迂回躲避 尽力的免除与他们交锋 却不料忽然在此时反手 而且他的剑术 还是如此的高密 冰凉的雨姿 一直秘密不得停歇 洒在屋顶上 顺着岩边凌落低下 一重又一重的七情寒意 伴随着水气 慢卷了大地 王一枝的脸蓉 此时也附上了一层雨水 他的头发已经全部尽湿 几缕发丝紧贴在脸颊上 趁得他眉眼 越发的清雀 他身上有几处伤痕 鲜血从伤处渗出来 净透了一身 又被雨水稀释的浅淡 好似身上晕染了几处水红 王一枝叹了口气 将长剑从身前人的颈上 抽了出来 注视着他慢慢的倒下 成为地上躺着的第七具尸体 有些古怪的笑了笑 望一只丢开夺来的长进 转身朝身后的土屋行去 还没走到门前 那残破腐朽的木门 直扎一声开启 站在门口的男子身上血迹斑驳 几乎看不出森袍原本是白色的 他的眉心有一点清妙的咽喉 头顶上微微发污 头发才长出来不足一分 王一只对那三人一笑 季燃 怎么出来了 你的伤还未好 还是多休息为妙 季燃的目光 扫过王一只的身上 再扫过他身后的尸体 目中掠过悲悯的痛楚 何掌道 居士为了救我 手染鲜血 损及自身 实在是季燃的罪过 王一只笑着拉着季燃 将他拖进屋内 不让他再多看雨中的尸体 前阵子他发觉一些异样 欲给处于警示 但他那时已准备离开 便顺道将此事托付给了季燃 却不料中途生变 让季燃受此牵连 季燃闲死逃生 那时已经又有一波人盯上他 并随着季燃的脚步 找到正暂留江陵的他 打算斩草除根 王一只虽然少时喜剑术 但肃然不喜欢与人争动 遭遇刺客颇感无惧 便想索性避一避 正好他打算往北魏一游 便带着季燃进入北魏境内 可是没有料到的是 进入北魏后 原本的暗杀变成了明杀 对方似乎放开了所有顾忌 逼得他也不得不认真起来 他打算带着季燃前往北魏的一个朋友家中 方便季燃养伤 倘若带着一群刺客上门 给朋友带来危害总是不好 瞥见王一只沉思的神色 季燃心中愧疚更甚 他是知道王一只的 虽然出身显贵 但是王一只手上 从未沾染一条人命 今日却是为了他破了戒 注意到季燃投来的目光 王一只略略一想 便知道他在愧疚什么 他伏季燃躺在屋内土炕之中 咋然笑道 哈哈哈哈 杀便杀了 这事起因在我 难不成杀了人 我便不是王一只不成 季燃伤势一直缠绵 强撑着起来 亦是不义 见王一只神情轻快 也终于放下心 又昏睡过去 笑着等既然熟睡 王一只转手望向墙壁 朝着剑康所在的方向 仿佛能透过墙壁 那遥远的地方 公主 看到我的流书 你也该有所觉察吧 他并不着急回剑康 向楚瑜传讯市井 之前留下的讯息 对于楚瑜而言 已经足够 更何况 王一只对于楚瑜 还是有一些信心的 只是 王一只 难难地念了两遍 清俊长眉 微微扬起 这些刺客进入北魏后 反而更加无所顾忌 这是否意味着 他们本就来自北魏 而荣旨 又与北魏有什么关系呢 荣旨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取音镜子监制 多人演播的 大型古风穿越小说剧 凤秋黄 凄冷的寒夜 深入被暖衣包围的室内 让刘子叶情不自禁 蜷缩起身体 往被子里缩了缩 他的眉峰紧锁 即便是在梦中 也流露出不安定的痛苦神情 翻了个身 残酷抱怨的少年皇帝 在梦里喃喃道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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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怪我 耽搁了半日工程后 第二日 楚玉便再叫来阿满和刘桑 让他们继续进行挖掘工作 白天阿满做地数 刘桑将挖出来的泥土 一盆一盆的 用绳子吊上来 转移到地面上 等到了晚上 他们又趁着夜深人静 将挖掘出来的泥土 分开抛到四周开凿水池的大坑边 因为建造水池 会挖掘出大量的泥土 多一些 少一些 并不会太引人注目 为了避免二人工作完 跑来跑去 楚玉索性让两人 在自己的院子里住下 也省了路面太多 惹人怀疑 只不过如此一来 公主府又有了 全新版本的谣言产生 连续数日的挖掘工作 就是天生神力如安满 也觉得有些负担 而楚玉动口不动手 只每天挑剔院落四周的水池施工 一会儿说要方形的水池 一会儿说要圆形的 一会儿说要三角形的 又一会儿说要葫芦形的 逐意翻覆不定的折腾 尽可能的延长施工的时间 以此为阿满争取更多的掩护 楚玉白日里左右挑剔 夜晚便正常在侧屋睡觉 阿满和刘桑 却是除了挖坑之外 还得彻夜处理挖出来的泥土 导致两人睡眠不足 偶尔在人前露面 都是些疲倦的样子 而结合前些天 楚玉见过天如镜 失魂落魄 一路走回东上阁的情形 谣言虽又演变成 公主向天师大人 学习了财补的法术 每天蔡刘桑和阿满二人 刘桑年纪虽小 但是平时习武身子强健 阿满更是天生神力 以这两人的资本 还被采成这副模样 哎呀 可见那财补大法 是何等的阴损呢 公主府内众人 看着楚玉的目光 也渐渐变得和前些天 看着天如镜时 一般的敬畏 不管暗地里动作如何 楚玉至少在表面上 做到了安分 三天两头 邀请天如镜来做客 偶尔挑一下水池 建造施工的毛病 活动范围 仅限在内院里 何极见他如此老实 也渐渐地放松了警惕 头几天 还是每天亲自镇守 在公主府外院 后来却是把任务 交给手下的将领 每天该干什么 干什么去了 一直到第十日上午 基本上朝中 消息灵通的人都知道了 公主和陛下闹僵了 又被软禁 因此原本门庭冷落 安马西的公主府门口 更是门口罗雀 有的人宁可多绕几条街 也不要从公主府附近经过 然而在这一天 门口却来了个 不速之客 那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年 他身上的白衣 已经有些旧 也不算如何好的材料 在消色的深秋风中 洒然青阳 却显出十分的从容风度 少年站在门前 站了许久 身形似笑非笑 凝视着公主府门上 挂着的匾额 门口巡逻的一小队护卫 见他形容陌生可疑 领头的队长 便走上前呵斥 你是何人 这里是公主府 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因为合集全面接管 公主府的防卫守备 旧人基本都已经换走 来的新人 都是不认得 从前府内的人的 他的话未说完 便猛然置住 因为那少年 朝他瞥了一眼 那并不是多么凶狠的眼神 也不见得如何有威慑力 只不过寻常无比 平淡无比的一瞥 无喜无怒 不可肚策 那眼神 让人不由自主地屈服 并非设于威势 而是好像面对清静之人 十分自然的责问 你怎么能这样 惠疑就未复之心 游然生起 那少年眼神高雅凝合 宛如山边冰雪一般 不可攀附 他温文尔雅 我名荣旨 原本是内院中人 前些日子与公主失散 还请这位到内院 通传一声 今天的小说 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想要收听 镜子的更多节目 请在喜马拉雅 关注取音镜子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评论点赞 给我们动力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